把這個東西我們需要的這些這幾個欄位裡面的資料 再把它放到資料庫 那資料庫的種類很多啦 我們不要講太高深了 就是大概就是幾種 台灣最常用的不外是SS 不外乎就是要付錢的就是那個SQL Server 微軟的 不然的話就是再貴一點的就Oracle 甲骨文 那可是這個甲骨文Oracle可能就是比較大型公司會用到 那如果說一般中小型的企業 他不想花太多錢的話 他可能會用MySQL 那IBM的話金融也許用什麼DB2等等的 不過大概用來用去都是這些 他們基本上的觀念都是相同 就是叫做Relation Database 就是都是觀念式資料庫 使用起來大致上也是一樣雷同 而且資料能不能互相交換 也都可以互相交換 不會有問題的 也就是說所以假如說你是公司 簡單內部幾個幾隻小貓 那你就要SS就好 所以剛好我們這邊有一個工具 就SS 那這個SS特別注意 那我要怎麼樣快速把Excel的東西 放到SS裡面 那我前提是什麼 最簡單的方法 所謂最簡單的方法是 盡量不要動太多東西 它自動就幫我放過去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當然方法很多 如果你要再去學一個SS 恐怕要花很多時間 不過現在SS 它章節很厚 就是一大本 不過最重要我發現 它現在最大的 用最多的就是拿來當資料庫 存資料而已 其他的什麼 什麼什麼設計報表 或者是表單 那些慢慢就比較少人在用 頂多那個查詢還有人在用 其他大概就比較少 所以今天的話 如果說我今天需要什麼 建立一個空白資料庫 然後放哪裡 假設我今天 把它放到桌面上好了 那等一下請各位注意一下 你也把Excel檔也放桌面好了 反正就放在一起好了 這樣比較好找 我把它放桌面 那這個資料庫名稱的話 叫做問題1 問題1 OK 按個確定 那底下類型的話 我們就用預設就可以了 預設的話 雖然是2010的 可是你會發現這個地方 也是2007的格式 那等於是2007 2010 2013 都一樣的 那如果是2000的跟2003 這些其實都是通用的 那我們用預設好了 按一個確定 這個時候的話呢 再按一個建立 所以我把 特別注意一下 等一下請各位先建立一個 空的一個資料庫 然後副檔名就是ACCDB 如果你是舊的那個什麼 2003以前就是MDB 反正只是副檔名不一樣而已 我就把它放在桌面上 OK按個建立 這個時候的話 就會產生一個空白的一個資料庫了 那空白資料庫裡面 就會有需要資料表 那我要怎麼樣把那個 這個Excel裡面的這些東西 放到裡面來最快 當然 舊的方法是 你就可能要 需要再建立一個什麼呢 建立一個資料表 或者建立一個 資料表設計 然後呢 你就要把欄位填上去 比如說 我有五個欄位 我就五個欄位名稱 然後資料型態 要再自己設計 可是這個方法 我覺得比較 花時間 比較簡單的方法 我們用第二種方法 用匯入的方法 就是在那個什麼呢 外部資料有沒有 這邊有個Excel 有沒有 直接可以ByExcel資料 匯到裡面來 變成一個新的那個 變成一個新的那個 資料表 那怎麼做會最簡單 第一個 先把它縮小 這個資料先做一個整理好了 先把這個 先複製一下 這個範圍是我要匯進來的 我在工作表1有沒有 直接貼上 為什麼要貼上 因為呢 你會發現匯入的時候 這邊A欄空白了 那如果匯入的時候 它變成有一個A欄 你要再刪掉 比較麻煩 所以我一般會 把我要匯過去的東西 先 假設貼到工作表1 那工作表1的話 裡面這個名稱 乾脆也叫做 嗯 叫問題1好了 也叫問題1 就是我問題1裡面的資料 OK 好 那我做完之後 一樣把它存檔 不過我一樣把它放到桌面上 因為把資料庫跟你所有都放一起 這樣比較好找 把它儲存 OK 這個先關掉一下 等一下 好 那做完之後的話 切回到SS 做什麼呢 把它匯入的動作 瀏覽一下 記得按這個外部資料的意思 對不對 找一下桌面上那個檔 桌面上 我剛剛那個檔 這個 按開啟 確定 這個時候它會問我說 你要匯入的是哪一個工作表啊 有沒有 第二個就這個 問題1 然後按下一步 你的第一列是不是欄名 是按下一步 然後這些型態要不要改 其實基本上 一般如果沒事的話 你就用預設就可以了 如果說你要比較能夠 其實最重要的是這個欄位名稱 確定沒問題就OK了 那資料類型的話 通常如果裡面是放像姓名用文字 如果你的身高 這個跟身高 如果說沒有小數點的話 通常我會用所謂的長整數 那如果說呢 有小數點就用雙精準數 大概差別在這裡 其他可能頂多就是日期時間 OK 那你想說老師 那長整數跟整數有什麼不一樣呢 當然整數最多只能夠放 舊版是3萬多 新版可能放6萬多 也就是說你的數字如果超過6536的話 那可能就會有放不下的問題 那怎麼辦 你乾脆放長整數出來 長整數可以放到20幾億吧 所以理論上用長整數就比較保險 但缺點是 會比較浪費一點點空間 但是浪費多少呢 基本上 因為現在硬碟都已經是多少T了 那個浪費個幾個 幾個一個bytes吧 其實說真的算不了什麼 那導步怎樣 就乾脆用長整數算了 但如果說你的空間不足的話 你當然就要嚴謹一點點 那個資料型態的話 你可以自己去查一下 都會有說明 那這個地方的話 我假設我身高好像沒有小數點 那我就用什麼 用長整數 其他都用這個預設就可以了 這個是文字按下一步 要不要組所以 不要好了 OK因為沒有幾筆資料 不要組所以 下一步 那回到那個assess裡面的話 我們就叫做什麼 問題1 就把它放到這邊資料表 所以我們就會產生 在資料庫裡面會多一個資料表 所以它的結構是資料庫 放一個資料表 當然一個資料庫可以放非常多的資料表 那我們只是放其中一個資料表 裡面的話會五個欄位 所以觀念是資料庫 資料表 欄位 對不對 那對應到那個 其實 如果對應到那個assess的話 基本上資料庫的觀念 桌面上這個 對應到這個assess的話 基本上就是 一定是一個檔案 檔案的話其實就是一個資料庫 裡面的工作表 你可以對應到資料表 裡面的欄位 也可以對應到資料庫 所以基本上 eSale跟資料庫之間的關聯性 其實非常的大 OK那先把這個匯錄好了 按完成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這個匯錄的資料問題 打開有沒有 就剛剛的東西就進來了 所以第一步 我們就把資料庫 eSale裡面的資料先匯進來 匯進來之後的話 等一下再跟各位講說 那如何在裡面 用SEQL語法新增一些資料 來把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所以第一步的話 我們就已經 建立好一個資料庫了 再來的話就是了解 如何利用SEQL語法 把資料呢 帶到那個資料庫裡面 那再來就是如何利用那個 像ADO 再把eSale的資料 幫我帶到assess裡面 這樣就把它串連在一起了 最後再把舊資料刪除 就完成我們要的啦 反正至少我們需要做的就是說 如何做一個新增資料到資料庫的這個目的 好 好 好